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第154期的国魔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5月底又会哪些厂家公布了新品呢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啊 答应我一定要做一个爱三连的good boy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本期资讯吧 魔兽这回带来的是卓越级 嘉飞之虎食物展示视频 视频中的造型呢 可以说是最终版的食物了 应该算是定稿了 它的红色分为两种 学生的配色还是以还原 智争级的样子为主 与智争级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在于肩甲 裙甲 以及武器部分 值得提的是 它带有独立的金属骨架 再结合它的大小15至20厘米 我个人猜测是到头顶的最高处约20厘米 所以它的同规格国产竞品 应该是还没有啊 那在上一期的视频中呢 我们有聊到 魔兽很不厚道的 在几次的公布中都没有公布它的价格 这回带来的视频中呢 它总算是公开了 百元价位为2 那具体这款产品会卖多少钱 又是否能对得起他们所说的高性价比 就让我们敬请期待了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心理价位 来猜猜这款甲匪小虎到底会卖多少钱 接着是公布了24年年中的新品开发进度 首先看到的是 至争级上帝之鞭 这是一款非常之壮硕的机体 且手部握持了两把武器 大刀与步枪 算是展现了它的武装部分 目前的开发阶段已完成 随后登场的是至争级卫国公 对比起刚刚的上帝之鞭 娇小上很多 属于是灵巧型的机体 它也是完成了开发阶段 随后登场的是至争X级旋风摩托 对于这款产品 在之前的几期视频中 已经有聊过很多了 它算是一款完全魔改的作品 目前也是通过了兼修 所以这个魔改外观 版权方是认可的 最后登场的 就是同为至争X级的战国魔神 豪将军 它也是一款魔改作品 不过它也有还原三架战机的组合玩法 目前也是通过了版权方的兼修 总之呢 希望今年能在年内 看到这四款产品的落地啊 不对了 还有之前的甲匪小虎 一共是五款 不对 好像还有后面几款拼装产品啊 魔兽 这一年 你到底能不能干出来啊 CCS只会很突然的 放出了一张灰魔罩 本款产品 正是激战OG中的古铁 好家伙 原来你家也要出古铁啊 早说嘛 这赵大师的古铁 我就不买了 看看玩笑 我们再来看回这款产品 CCS家呢 一向走的就是魔改风 所以原设的对比呢 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感觉CCS的这版古铁 它的四肢会更有力量感 小腿总觉得是过粗了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问题 关于其他部分呢 我觉得改的挺好的 粗壮有力 很符合 古铁作为一款 近战型机体的风格 不知道大家对这款古铁 感觉如何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言讨论啊 灵机魂的危险流浪者 此次是更新了官图 这是款拥有正版授权的 环太平洋机甲玩具 踏到头顶的全高约20厘米 全身的材质为 ABS POM PVC 有买过他们上一款 暴风赤红的玩家 应该会很熟悉 他家的这个做工用药 主打的就是一个结实耐弯 并且齿轮关节 把玩起来 很解压 全身的配色 以金属蓝为主 表面做了旧化涂装 细节部分 也有移印和金属色的点缀 看起来也是挺精致的 但是 在胸部两侧的下方 原本应该是以 镂空内部呈现出管路的细节 它并没有还原出来 算是有点可惜啊 不过它也有不错的卖点 涡轮引擎以及眼部都带有发光功能 提供的武器配件也不少 比如一对链刀 轮船配件 还有手炮 以及集装箱配件 算是挺丰富了 基本能够还原出 剧中的一些经典名场景 但目前这款危险流浪者的 预计售价为399元 预计出货时间 24年的第二至第三季度 卓将文化这回带来的是 由原野文化获得DC正版授权和出品 降魂机提供技术支持的 DC猫女拼装模型 本款猫女采用了经典的景深衣造型 无论是褶皱处的细节 还是外甲上的涂装 都没有马虎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还附带了黑暗骑士蝙蝠侠的摩托 在摩托车的表面 也有着细致的机械结构 并对外观加入了更多的机械 未来感的风格 还还原了转向系统的液压感 可翻转的机载计算器 中置的引擎等 总之这款猫女整体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目前这款产品的售价和发售时间都不得而知 不过我感觉吧 它的售价应该会跟上一款的神区女侠差不多吧 也挺期待这个系列的小丑女 让我们一起坐等它们的到来吧 魔玩部落这回带来的是 泛用式武器配件二型 这个武器包主要是以一把狙 两把步枪 一把手枪 和一把匕首组合而成 涵盖了远程到近战 武器的样子看起来也是挺先进的 颜色一共有白 黑 橙 三种配色可选择 目前这套武器包的预定售价为 36元 预计出货时间24年的第三季度 喜欢玩机娘 并想给它们增加一些战术装备的 倒是可以考虑下这套配件包 PR Project 这回带来了六款新品 不过都处于画柄阶段 我们就看看大概 看看这六款机娘中 有没有你心意义的款式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 第二弹逐镜和第五弹流星 逐镜带有一只巨型的机械臂 和武者造型 而流星的钻头和背部的装甲 引起了我的注意 也不知道这些柄会何时落地 总之还是蛮期待的 起码这些造型 在国产机娘产品中 算是挺特别的了 创世魔王这回带来的是 1比12比例 闪电侠电影中的大本蝙蝠侠 并且一同展出的 还有它的蝙蝠摩托 这款拼装模型 将会于预涂装的方式呈现出来 附带了多个可替换的表情头雕 从现有的绘画图中来看 整体还是有模有样的 在人形部分 复杂的外甲造型也是以分件来呈现 后方的披风 视为布衣材质 并且内线了铁丝 可以凹造型 再来看到摩托车方面 将蝙蝠侠搭载在机车上 一体性很强 同时 这款摩托车还带有丰富的展开结构 以及磁控灯组的玩法 但目前摩托产品的价格和发售时间 都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哈亚玩具这回带来的是 哥斯拉vs王者基多拉 1991版王者基多拉 这款91版的王者基多拉 它将翅膀挥动至最高处的 全高约33厘米 翼展约47厘米 主体表面以金色漆面覆盖 并强调了零片皮肤的纹路 很有当时剧中的皮套质感 全身附有多个可动关节 翅膀部分更是易于采用软胶材质 与内线铁丝的组合方式 在提供最大范围可动性的同时 又带来了更精细的翅膀造型一体性 这点就很妙啊 同时产品中还会附带三个支架 可让玩家将它随心所欲地摆出 剧中的各种易展pose 那目前这款91版的王者基多拉 它的售价为499元 预计出货时间 25年的第一季度 随后海亚公布了 1比12比例的 攻翘机动队草剔素子可动人偶 分换产品的全高约14.5厘米 徐々如生地再现了 其在攻翘机动队中的经典造型 身上的皮夹克采用的是真实布料所制作 可进行穿脱 它的主体是以紫罗兰色的连体服为主 对于它的关节可动范围 海亚采用的是超可动关节素体 从官图上来看 表现得还可以 能够摆出些大张力的pose来 并对它的身材也有着很高的还原 在面雕部分提供了一张平静表情脸 还附带了一张微笑表情脸 以及一张呐喊脸 武器则是提供了一把突击步枪 带有可拆卸的消音器 一把手枪 头盔一个 匕首一把 八个替换手型 一套透明底座支架 目前这款草剔素子的预定价格为 499元 预计出货时间 25年的第二季度 又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名叫范靖 这回带来的是 1比12比例的可动人偶 风神系列雷阵子 从现有的官图中能够看到 这款雷阵子的整体形象 与有伤的很不一样 算是两种风格了 它全身带有金甲 对于这些金甲的细节呈现 做的是相当不错 并且还带有旧化涂装 同时配有两种头雕 武器为雷锤风雷棍 后面还会推出 风神系列的其他角色 那目前关于这款雷阵子的 售价和发售时间都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名将转模型和桑内Hobby 又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史皇帝银阵 目前这款依旧是处于画饼阶段 对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暂停 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我个人的看法是 它的外甲都较为饱满 很有力量感 但在一想它是银阵 是不是有点过于壮硕了 反正目前还是在画饼阶段 所以实际会改成啥样 目前也不清楚 反正这家的饼是真的吃饱了 不知道天狗判官会何时落地 更不知道这款银阵 又会在几几年能与我们相遇 集合工业的卡戎 这回带来的是 视魔剑的实拍照 我承认 实物确实要比它的CG渲染图 好看上很多 蓝黄白的配色 也是传统的高打配色 算是看着还挺顺眼 它的背后武装看起来很夸张 上面固定着多把武器 部分外甲位置带有展开功能 这胸口上方的小火神炮 是真的挺可爱的 另外它的水贴和透明件 都带有荧光效果 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 对了 这款卡戎的全高约26厘米 带有一套完整的多层骨架 目前它的首批预定价格为159元 预计出货时间 24年的第二季度 铁窗模型的第二款合金骨架拼装模型来了 这便是之前所公布过的裁决机甲 现在给它改名了 名叫永恒裁决 心恒 反正又是一款刚普拉风极强的机体 相信你能在它的身上找出多款刚普拉的影子来 本款产品到头顶的高度约20亿厘米 不含天线 带有一套合金骨架 并在眼部和胸部带有LED发光功能 它的背包为一个完整的支援机 能够搭载它的武装 并且它还带有多个特效件 能够将这些武装的尺寸提升至很大 但是将光束军刀倒叉于地的造型 我还真的是头一回见 这pose很独特 它除了两把尺寸较大的背炮 还有两把步枪 可以算是一个远程机体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于这款永恒的裁决者 心恒的表现 感觉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讨论 目前关于这款产品的售价不得而知 出货时间倒是在24年的第三季度 OK 以上就是这期国魔资讯的穷幕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 可以关注下我的频道 你的长按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讲